哇好漂亮喔 欸這個遊戲很用心欸 直接做一個很漂亮的新場景喔 有兩隻 有兩個聲紋 火人火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晚上是MNWL奧安區突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三谷更新後呢 有個區塊還沒有去探啊 叫做洛昂斯庭院 好這個地方的部分在小型工廠的右下角 然後這邊也有暗藏一些寶箱 今天呢就用偽裝者的身份呢 去探一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啊 也算是讓大家了解一下裡面有藏什麼物資 那我們就出發吧 配了兩個隊友 S12K啊 還有雷射瞄準器啊 在正上方 運氣很好 不用跑太遠 剩21分鐘 有升穩 欸應該是忍機 怕是遇到其他偽裝者 應該都忍機應該都忍機 事先不要打 應該在上面吧 看一下這條路 斜坡 欸到了到了 哇 好漂亮喔 欸這個遊戲很用心欸 直接做一個很漂亮的 新場景喔 怕玩家玩膩喔 看起來很像是個小豪宅 我以為是偽裝者欸 看一下有什麼 M870 大概移動速那麼快 以為是偽裝者 糟了我開戰了 裡面好像有其他人機 哇噴水池 這場景有點像是 那種 中古世紀教堂的感覺啦 裡面 裡面還蠻框敞的欸 有地下室 樓下有人欸 我看應該是人機啦 哇 這什麼地方 看一下什麼 手機 手機 肥杖 這武器箱 配件 喔這個可以 直戰箱 直戰全部檢檢 我現在右邊有一個 預計本局帶出價值 這個是 新的聯絡人的任務啊 所以他現在會顯示 任務解完的話應該就會消失了 欸 有槍聲 3號的方向 喔這裡是衝 後門 這應該是要往樓下走啊 這沒東西了吧 地下室 地下室那麼寬敞 有武器箱 這裡呢 喔 這有個 座鐘 這要鑰匙 庭院地下室鑰匙才能開 又是肥皂 斷頭 叫什麼叫 剛剛開戰了所以他們一定會打我 先下手圍牆 先下手圍牆 有聲吻 有聲吻 老上有人 感覺上是活人 有兩隻 有兩個聲吻 活人活人 還有隊友 這包手打斷了 沒打頭沒有死 因為他頭盔 完了 還有一隻 沒補包啊 也沒有手術袋 還要不下欸 我們要找一下補包 這邊好像還有一間 沒有醫療包 不過箱子很多可以開 一零件 欸 聲吻 掰掰 哇他只是跳過去欸 很會跳啊 把你開一開 都是一些沒什麼用的東西啊 看一下有沒有 喔 他把被 把我們隊友解決掉欸 身上都有隊友的裝備欸 沒有手術包 不過至少有一個 補血的 墨星 這邊是通哪裡 喔這邊通上面 他這樓下就長這樣啊 給大家看一下吧 還沒來過的朋友 就是一個 空間 類似會議廳還是什麼 秘密 秘密場所 這箱子不能開 上來 有個小庭院 空間其實沒有很大 就是一個 類似正方形吧 先走過來是通 好剛剛這個 飯桌這裡 這到底什麼地方啊 有點像餐廳還是什麼 教會之類的 一個庭院 好地下室 這是我剛剛走的這條路 可以下去的地方 他兩條路可以下去 應該三條路可以下去吧 這邊有正門出來 噴水 哇隊友全部死光了 我可以走了 沒人機 哦呦 他有醜混子 哇 後面有人機先走 我們直接測吧 OK 這一場呢 就是談一下這個新地點 然後遇到了 偽裝者 哇塞 等一下 打到他的 重要部位啊 哈哈 為隊友 復仇淘汰了一個 特遣隊員 他不是偽裝者 他下面寫特遣隊員 這好笑的是 直接打到要害啊 哇這個有點殘忍啊 好這場就看一下 這個新的區塊啊 然後其實這個山谷地方 蠻多地區塊有調整 包括我碼頭啊 這有可能帶去碼頭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小型工廠上次 有拍片分享 然後這個地方感覺上 也是蠻好 搜刮一下 因為畢竟是普通的山谷 這東西可能沒那麼好 好這場呢 就快速分享一下 這個新地方啊 弱昂斯庭院 看起來有點像是 什麼獨銷之類的 小小的聚會場所啊 然後小型工廠上一集拍過了嘛 然後弱昂斯庭院呢 感覺上設計還不錯啦 至少 這個遊戲公司蠻有型的 去調整一下 一些地圖的內容 也歡迎大家 在弱昂斯庭院有沒有開到 厲害的東西 也可以在這影片上 留言跟討論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你喜歡 請訂閱來 同時一樣後面去分享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